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你今天真的很高興在幫各位推薦我們新開發的商品 那今天所要介紹的商品是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的後南蓋本 還有我們現在的南蓋本 之前所開發的一系列 超過近50支的一個南蓋本 它的系列的整個比例呢 它其實是1.3、2.4 奶蓋本它搭起來是低的 它是比較細緻 口感是比較綿密 它還有充分的一個重點 它的流動和一個速度 流動的一個速度呢 它是比較快的 比如說我們原本正常比例的一個奶蓋本 我們希望它所設定的 它的流動的速度是比較快 這樣子整個大 之後澎發的一個比例呢 也會比較高 再加上就是說 大部分的一個飲料 我們要用一個葉粉去做 奶蓋這個系列的一個裝飾 基本上它很尬 這個奶蓋它不是剛才不會用完 那一整天或者是沒有用完 可能再用 喜歡說這種比較 快於藝術 藝術 藝術 就是說跟我們的 阿庵跟我們的銀體 去做集合的時候 那麼很歡迎人的客戶 就是選購我們這個 這個平利的一個奶蓋 因為它是最簡單 而且好操作 至於是說它能把石頭拿出來 我們在使用呢 也不會是說 鎖度變得比較重 這個是我們之前也推出的 但是之前呢 有一個原因呢 有個客人會覺得 好像不容易打發 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可以證明說 你可能用到不同的一個攪拌器 有可能可能用去支析 有可能用手指的一個攪拌器 之類的 可能用到溫殺機的 有的 而且會是去打 這個時間上會有些長分不一致 那當然 解錄就是說 接觸面積越大 其實它攪拌器是越高 但是你如果說 轉移越快的話 其實當然頭版是越 越細緻 因為它的細胞感是最不明顯 今天主要介紹的一個組裝 為什麼體力還會在秘密做的 後來蓋的 還有手衛的鮮奶油來蓋的 有些客人啊 他還是用鮮奶油來蓋的 有些客人啊 他還是用鮮奶油去做 鮮奶油去做鮮奶油去做鮮奶油去做鮮奶油 可是 大家發現 就是說 我最近用鮮奶油去做鮮奶油去做鮮奶油 他整個一個 發表到我們天部上面 他的天部 豐富 還保存性 不容易持久 我用我的鮮奶油去做鮮奶油 再加一點鮮奶油 再加一點鮮奶油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打出來的 也整個鮮奶油 那口感的 哇 就是這樣 像濃郁 比較厚細 那這個系列的鮮奶油 帶有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說 哇 它的那個 奶油的胖部 這個堅塗性是比較明顯 而且 我們不是說 要特別生起來有點沒種 不是不是 可是說它紅發完之後 它容易就定型定住了 就是說這個奶幹 一般的飲料是水嗎 是容易嗎 那我們的奶幹 就是說它鮮奶油的鮮奶油 鮮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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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各個市場上最熱門的影響 都在最熱門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 我去辦廁所的原味奶幹 如果在那一般 可能會帶有點像少的 那個鮮奶油 那鮮奶油 鮮奶油 那邊就是我們的 看一個系列 那一個 再看喔 第三個 就是 鮮奶油 鮮奶油 那 第四個就是 我們這一個 老鮮奶油 鮮奶油 那現在也想看 你是先去做什麼 當然 如果客戶還有其他 除了這四種 訪問沒有被滿足的需求 歡迎大家跟我們 先去做告示 所以幫客戶 去做一個客戶化 因為 還有些是那種配方的 就是 口感都很均勻 所以都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重點 它的倍數 就沒有能夠高 首先就是我們的 後台蓋根 這個 各位也看到 那個倍數 就是說一件換 更能的 鮮奶油 鮮奶 四個 這個是一盒的 這樣 後奶袋的一個製程 就是 讓它 譬如說冰牛奶 要出一分鐘 讓 牛奶打 或者 奶蓋打 完結均勻完之後 再開始打四分鐘 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鮮奶油奶蓋 它就是 剛開始比較的時候 加到 這個鮮奶油 它是 所謂的 200個 這個鮮奶油 200個 鮮奶油奶蓋 然後 400個 再加上 100克 鮮奶油 這個比例 它就等於是 1.2 比0.5 好 那麼鮮奶奶蓋 當然是 當我們的材料 鮮 因為鮮奶油 最終 慢速的部分 多了一分鐘 兩分鐘 讓它容許 稍微均勻完 之後 再轉 兩三分鐘 這一個呢 最後面 快速的 三分鐘 這個階段 就要取決在於 我們 操作者 它到底是鮮奶油 攪拌的 因為器材能定 OK 但這次 很重要 很重要 你取得亮 硬要高 不要太小 很均勻 這樣子 如果要放大 你攪拌器人 比較小的時候 進的時間 可以 你也做得很好 調整 但是最主要 不希望 不希望 你過度大 比如說 快速的限告 你拿太久了 空氣感太多 你自家 會有點 出超美感 這個都可以再注目一下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用冰牛奶 都用冰奶去做取代 這邊都不用 剩一個去做一個相接 因為 南海的部分 主要的 互配這個東西 就是用冰奶 下去做一個打發 還是一樣 用全紙的打發 效果會 然後用我們的 補機器 這是一定的 因為 需要有遠路之防 藍絲的話 那真的好 嚴重 嚴重 這裡就是說 為什麼要冰牛奶 通常重點就是說 因為在打發 快速打發 這個節目 會纏熱 會纏熱 對到沒有很多東西 我們希望 以後 在時間 生活不要太快 維持到 一個組織的形狀 這不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如果溫度太高的時候 第一個會破壞到它的口感 那我這個東西 還要對手 很難 那 這個會 溫度的一個部分 再特別注意一下 後來蓋跟先把銀奶蓋 這個是一定不同的課程 還有需要 對於我們整個產品 呈現的賣相 還有 賣相 這個可能是我們視覺的效果 譬如說 我們事實上 喝的社會 是口感上的一個要求 第三個重點 又來了 這個是 我們真的很聰明 因為 變狀 一般做 西風蛋糕 蛋糕的一個裝飾 會用到鮮奶油 那鮮奶油 鮮奶油 也是用 所以那個 口感會很大 可是 很特別 實際上這個東西 被開發出來 很多人 這裏不一樣 用鮮奶油 也不用鮮奶油 也不用鮮奶油 很多網友拍的一個香味 這個 西風蛋糕 西風蛋糕 他 把製作老闆人家 用情話蛋 擠在這個蛋糕上面 然後 呈現了一個 流動到的感覺 那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很像這個 潑濕的一種 水花慢慢流下來 但是 就逼得很慢 這個實際上是 視覺的一個效果 來講是相當相當的大 再加上 奶蓋粉身已經有具備 甜度跟風味 好 自己的感覺又有 有些難度的 比較甜蜜 跟他們風味 完全不一樣 之前有各位問到 那我奶蓋應該還瘦很長 那我蛋糕出完之後 是等它變能的時候 我再提上去 還是就是說 什麼樣的度點 就可以到奶蓋上去 這時候還是會建立啊 最好是蛋糕後 放開之後 再開始做方式 這是最標準的 那如果你是很急的話 可能在 複數以下 看高題 複數以下的時候 最好是在 第一名我們認識的體溫 六度 大概是做中式 不要那麼急 也就是說 當然我現在打我的奶蓋 它跟能力的奶蓋 有點會差 剛打的奶蓋 如果已經還沒有完全 像我把你去做一次 這樣子的溫度點 溫差比較不大 可是如果是說 從我已經預先打我的奶蓋 因為它是從冷的 溫度打出來 那我現在大概還有 30度的時候 其實溫差比較大 那時候 我隨著溫度的上升 領著一個表情的奶蓋 跟蛋糕技術技術的步伐 把它之後 會變成 融解的感覺 可以選擇 這次是你說想要的 可能是你要再看一下 很高興 我們整個奶蓋的系列 都推出了這兩種 讓客戶朋友 多找一個選擇 也沒有客氣 如果是做我們客戶 有任何需要開發 或者奶蓋的地方 歡迎各位去做告知 能夠做的 可以幫各位去做這個挑戰 我們趕快來看看 我們準備示範囉 我們去做一下 我們來健康 谢谢观看